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男性也渐渐地不要结婚 但是要女人 不要有家庭负担 但是要有男女的安慰 像这种情形在未来的社会我不做预言 而在今天的世界越来好像越普遍了 像这样的现象 我不能说是对或是错的问题 而是说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影响 对自己 对孩子 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后果 另外呢 在天国里面呢 在附近里面形容的天国也好 以及在其他的宗教里面形容的天国也好 天国里的人呢 他没有一定的父母的 他是化身 在附近里的天国啊 人出生的时候是在天人的气概上生的 他不是从妈妈的这个产道里头啊 生的 那么在附近里面有一个理想的世界 叫做百居炉舟 这个世界里的人呢 母亲生了以后是不管小孩的 把小孩呢 放在狮子路口的路边上 这个人经过那个路边的时候啊 都用一个手指啊 给那个小孩子舔一舔 任何人那个手指给小孩子舔一舔 小孩子就吃到东西了 所以小孩子呢 自然而然 众人呢 这个养这个养这些小孩 小孩子就是这么长大的 所以在天国里面 以及在附近里面的传说里面的 这样子的世界呢 大概不需要结婚的 也就是有夫妇生了孩子以后 也不需要带孩子的 他自然成长的 那像这种 这种想象之中的 传说之中的 一种现象 会不会在我们这个世界出现呢 我想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界 膝盖上长不出小孩来 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手指上 没有办法长出奶来给小孩子吃 但是呢 渐渐地 有一种理想啊 可能会实现呢 就是 孩子生出来是国家的财产 或者国家的人 由整个的社会啊 共同的来 来 夫妻啊 抚养 教育的责任 而母亲这是生了孩子以后呢 就可以不管了 那像这样子的情形呢 那要不要父亲啊 一起生活啊 来赞扬家庭啊 负责孩子的啊 这个教养啊 好像也不需要 因此呢 在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种社会的情况出现的话 是不是需要结婚 大概不是问题 问题是在于啊 如果不结婚 男女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乱 因为男女之间呢 都有彼此互相的占有欲 彼此的互相的妒忌 占有 这样子的情形 很可能会产生了 人与人之间的许多规矩的发生 那么 如果说大家这个心量很大 没有关系 那是不是会变成打交 像这样子的情形 是不是就跟一般的动物相同啊 那是不是人呢 那的时候还有没有家庭呢 这里的签类的问题慢多了 家庭的伦理没有了 那这个父子相传的 或者说母子相传的 宗族的问题也没有了 因此呢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 这是人伦的关系啊 非常的淡漠 血缘的关系啊 也非常的淡漠 那我们现在的人呢 对自己的孩子 亲生的孩子 或者是亲生的孩子的孩子 那就是孙子了 这个关爱是天生的 就是觉得这是我的孩子 这是我的孙子 这是我的孙子的儿子 会啊 非常的关心 这个在感情上呢 就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 如果有一天呢 我们这个世界 只要孩子 不要夫子 也就是不要丈夫的人多了 那这些孩子们就变成了只有母亲 没有父亲 只有母亲 没有父亲 这也为孩子带来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 孩子 见了他的朋友们呢 会 朋友彼此之间会问呢 说 你你贵姓呢 我姓什么 你父亲是什么呀 你父亲是哪里人呢 哇 很杂呀 这个可就大问题了 就是父亲不知道是谁 那父亲不知道是谁啊 至少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呢 会受啊 排斥的 就是说 大家就不要排斥他 要帮助他们 要接受他们 但是在心理上面 还是觉得这是不正常的事 所以是为了自己 为了孩子 为了伦理的关系 为了社会的平衡 我认为至少在目前来讲 能够结婚有个丈夫 应该是比较好的 如果不想结婚 已经生了孩子了 那就这样子下来吧 我们大家去帮忙他吧 阿弥陀佛